如果已經出現的話 你就不用再去找 因為按右鍵你置換實作 這個時候你就找不到了 因為已經出現的話 他就不會再出現在清單了 除非是沒有的話 才會出現 所以這邊置換實作方法 那再來的話就是這個 好像現在的版本好像都會自動幫你產生 如果自動產生那就不用寫了 如果沒有你就是再加上去 接下來的話要判斷什麼 如果當那個option 那個item被select的時候 他會傳過來什麼呢 傳過來哪一個項目 所以他的參數的名稱叫做item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item去判斷說 到底他點哪一個 那判斷的方法的話我們這邊可以用一幅 如果哪一個呢 那怎麼知道說他點哪一個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是可以透過那個 透過 就是item去判斷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們可以去 透過item點 點裡面的話可以get 把什麼呢 把那個item的id get回來 然後呢再去跟我什麼呢 跟我的menu id比對 如果他是我們id不是有兩個嗎 一個是menu about 一個是menu quit 所以有兩個 那所以這邊的話比對方法就是get回來對不對 那如果他等於什麼呢 等於那個menu menu about 那怎麼比對 這邊最好是從r裡面去找 r點 點什麼呢 點id 不是點menu id裡面點下去 你會發現這邊就會有一個什麼 因為他是id層級 不是menu層級 OK 所以這裡的話我們就找到menu about 如果是關於的話那要做什麼事情 那反之的話 如果二選一當然你可以用else 那或者是三個的話 你可以怎麼再一個else 反正你就是一隻else 其實很多書裡面是寫成switch switch case 那我講過啦 其實後來我就教的話 我就教同學 你就記else 就好了 這樣子就少記一個switch 因為switch 在1.6的版本 它後面只能傳 數字 跟 自圓 不能丟給它自串 那這邊是還好 這邊丟過來是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數字 可是自串就不行 但是1.7的版本就可以 可以有自串 但是還是很多功能不行 所以乾脆這樣 直接就記一個就好了 所以如果說你不想記switch case 其實這個就可以啦 你就是else if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什麼 點menu什麼的 這邊就可以了 這邊的話你就打 這邊找一下 我們第二個 有沒有 那如果你有第三個 第四個第五個 也是一樣這樣的方式 然後再去做一個 檢段 那後面的話 就做什麼呢 如果about 你就是 跳出那個關羽 那關羽部分的話 我們是那個toaster 比如說toaster應該還記得吧 taster其實非常好用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是隱含的 也不用宣告 直接打完有沒有 就是直接什麼呢 MagTest就可以了 那MagTest後面有幾個參數給它 應該這一個 OK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是 getEvExtremeContent 那裡面的字的話 就是打那一串 啊 Division的話 你就打那個 看你要打一個toaster點也可以啦 或者你打一個3000 如果是3秒鐘的話 你就打一個3000 他也可以接受 那最後的話呢 記得點什麼 點秀 如果沒有點秀的話 他不會秀出來 所以應該有同學 之前有同學 奇怪老師 寫沒錯啊 為什麼他不會 跳出來呢 因為你少了點秀 OK 然後再來的話 後面的話 就結束是什麼 Finish 不過好像有同學跟我講說 那個4點X的版本 Finish好像 失效了 因為目前這種Finish的語法 不太可能會變動 才對啦 或許你們用4點X的版本 試試看 那這樣的話呢 跳出來之後 他就會Option 所以各位可以再試試看 有沒有其他的 清單 然後呢 將來就結束 關於就跳出來 有沒有這邊就跳出來 沒問題 再按下去 這邊的話就結束 就跳了 OK 大概是這樣 請各位試試看 好